高雄愛河這個週末舉辦了 力士華獎邀請賽 特地邀請到今年度的愛河龍桌大演員 前不久才宣布要訂製高雄的 韓國女星安芝萱來體驗 說自己怕水的她 首度嘗試了力獎就有模有樣 成功從浮板建起來的時候呢 更是引來全場歡呼 問她明年想不想來參加比賽呢 安芝萱舉手說 我可以 鮮黃色短板上衣搭配迷你褲裙 台岡熊衣啦啦隊女神安芝萱 先來一段任務表演展現青春活力 不久前才宣布 訂居高雄的韓國女星安芝萱 成為今年度高雄愛河龍舟賽的代言人 一號她穿上救生衣拿起立獎 要首度挑戰力士華獎 好 現在我們的安芝萱小愛 正式 正式華獎 安芝萱在出發前就說自己怕水 不過在教練指導下 她緩緩敲槳移動 不但越過樹立在愛河上的充氣拱門 還在河面上四處悠遊 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第一次嘗試的新手 原本一直跪在浮板上的她 還成功站了起來 引來全場民眾熱烈歡呼 她明年要來比賽喔 妳可以 我可以 而就在民眾把焦點放在安芝萱身上時 一旁同樣體驗立獎的議員助理 卻是不慎落水 引起了一陣虛驚 而安芝萱在水上滑了約半小時 沒有落水 順利回到岸邊 現場除了有安芝萱的粉絲來追星 台岡雄英的球員也特地穿上高雄城市版的球衣 來替她加油 安芝萱也將在端午節當天率領台岡啦啦隊 登場應援替參賽選手加油打氣 記者劉淇文高雄報導